這裏是香港電臺 由何楚雲編導蘇婷之編劇 車心梅飾演張雕士 學士戰言神第七回大機局 現在開始 既然有了 marine 既然有了 有了 我 既然有了 最終的 還要有 招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人一心是想来迎接大人的 麻烦你给我传报一声 关小西刑家吧 豈有此你 你是谁啊 你以为阴差大人会随便见你的平民百姓吗 说你知 如果你还不听本知府的说话 跪在一边 那我就立刻叫人扣押起你 到时你就后悔了 走开啦 走开啦 知府大人 啊 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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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呢 知府大人 这个关小西我认得他 他是阴差大人的家长 啊 他 他是阴差大人的家长 没错 郭大哥 你来得对了 我是一心迎接大人的 我来远就见到郭大哥 和黄殿神大哥 一前一后地保护大人来这儿了 是啊 是啊 关大哥 为什么你一个人会在这儿 这件事迟一会再说 郭大哥 不如请大人坐轎去那边的古庙大殿之内休息一下 啊 好啊 大人坐在轎里面一定很累 让我去请示大人一下 大人要入庙里面休息 你们在庙外面示后 是啊 好啊 你们在这儿等候 啊 知府大人 啊 请你都留步 啊 是大人吩咐这样做 那本官也要留下吗 是 啊 那好好好 那下官就在这儿示后 应差大人 嗯 啊 你们送大人入庙里面 知道 啊 啊 小人拜见老爷 嗯 思安 在 郭喜讽 在 黄殿神 在 你们来得对了 你们起床 知道 唉 是啊 老爷 你怎么知道我们会来这儿的 本官本来不知道你们要来这儿 如今你们来到就对了 那一切的事就可以解决了 大人一路平安 卑职好为你担心 本官托圣上雄福 逢空化吉 好 闲话休提 事安 在 如今你除了阴差的官袍 啊 老爷 你不用小人再代替老爷了 那真是好了 小人今后就安心了 郭喜讽 在 黄殿神 在 你们去外面 召集文武官员一起进来见本官 秘职遵明 各位大人 请入到里面 殷差大人要见各位 好啊 老板 你们见到本官 何以惊惶失措啊 过来 是啊 各位大人 这位才是真正的殷差大人 在下不过是大人的家僕 大人的替身 拜见殷差大人 嗯 本官相信你们都明白 本官一早微服到此 明查暗访 查出很多劫案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是吗 陰差大人在上 非职等 不知道陰差大人 此份微服 来巡查地方 不知道陰差大人所经之处 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又说 看你的医官 你是否本府的苦运 是 是 卑职正是知府 何允淘 哼 你们的事 本官也查到 是 是 你们这帮奴才 平时作威作福 个个都是五国害民的贪官污吏 是 是 卑职等自知死罪 请大人开恩 请大人海量汪涵 如今你们知在义了吗 知在义了 是大人开恩 是大人开恩 本来 你们的事 本官要啟奏圣上 不过 本官念在你们的官职得来 实在不容易 是 是 难得大人随策 真是卑职等万代的福音 如果你们所犯的罪 圣上追究下来 你们全部都要隔职查拜 可能全部都要被困监牢 以度余生 不过 本官还未曾报上去 那万望大人开恩 大人口恩 卑职等实在没此难忘 是 没此难忘 是 大人开恩 嗯 如今有一件事 本官要看下你们可不可以办妥 哦 当然可以了 莫说一件 就算一百件一千件 我们都会为大人办妥的 请大人吩咐 请大人说 好 你们见不见在地下这几个袋 这些都是装物 装物 这些装物 是强盗打劫留下的 哦 里面都是银两 哇 这么多银两 这么说 这些强盗真是木无黄法 他们是不是木无黄法 你们不用理 你们要你的 就是你的袋里面的银两 是 是 是 你们看是谁不见了的 就叫室主来领 如果少了 问明数目 你们就要负责囚足 元素常还 知道吗 知道 大人 不理短小多少都好 就由我们夹钱赔回室主 嗯 你们可以回去吧 多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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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喜凤 在 官员出了庙外面了吗 啟稟阴差大人 他们已经出去了 这里只有我们几个人 好 何天堡 你出来 大人 何天堡 这个是郭喜凤 这个是黄殿神 他们都是本官的部下 哦 郭大哥 黄大哥 素养素养 何大哥 素养素养 郭喜凤 在 黄殿神 在 这位就是何英雄 他以前在江都 是本官的部下 何大哥 请多多指教 什么话 这次出乎意料之外 他又救了本官一命 没错 若非他及时赶到 我和大人都会被那些责人杀死 是 他有一身好本领 本官要请他跟随办事 你们大家以后要好好地合作 知道 他的武功非常之好 多了他 一路上我们就放心很多了 是啊 由这里去济南 听说路上很不太平 何大哥来得真是好 小弟和殿神真是高兴 嗯 路上不太平是事实 我就因为不放心大人的安全 所以才决定跟大家一起去山东 是啊 老爷 还有一件事 我忘了向老爷你说的 什么事呢 在路上 这里的文武官员就对奴才说 他说本地有一群强盗 他们的首领就是两兄弟 叫于六和于七 搞到这地方很不太平 他叫小人小心那群人 真的有这样的事? 大人 在下也听过有于六和于七这两个人 请大人千万不要大意 嗯 空月来风 事必有恩 何天堡 在 你们四位 有什么应付的良策呢? 大人 我们细孤力弱 假如遇到于六于七 可能应付不来吧 不错 为了大人的安全 我们不可以冒险 是啊 大人 我们为什么不调地方官兵来保护大人呢? 那更安全 大人 本来调官兵来也是良策 不过以在下如见 于六于七不同普通的道策 他们是大衙山上的强盗 我们调兵 他们也会派流落泥 按在下所知 他们根本就不怕官兵 嗯 嗯 天堡 你又有何妙计? 有一个人 如果得他来帮大人 就不用怕于六于七 而大人放阵 也不会有事发生 不过… 那是谁呢? 不过我们不一定请到这个人来帮忙 但是要对付大衙山那两个强盗 就一定要找一个好像他这么有名气的人才行 是谁呢?你快点说吧 大人 这个人也是大人以前的部下 大人也认识的 不过他立志不做官 在下实在不敢去请他 啊? 难道你说王天霸? 没错 就是王天霸 嗯 如今他在哪里? 王天霸如今在臥虎山 来这儿大约两三天的路程 哦… 等本官想想先 嗯… 真良还有十天才运到祭南 哦… 好 要去俄虎山还来得及 未知大人对王天霸这个人 他是本官以前的部下 我知道他有本领 如果正如你所说 只有他才能应付到于六于七 本官唯有请他下山帮忙 大人能够接纳在下如见 那真是好 不过在下恐怕很难请到他来 嗯…本官跟你一起去 是… 不会请不到他 大人亲自同在下去?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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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provides 老主 什么时候 嗯…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位客官 你们是不是来本店投宿的 是呀 是呀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地方 有 有 有 两位客官 我们张家老店虽然生意少 地方花费 但是也还有空房的 两位请进来先 我会叫人拉你们的马去天阶那里了 好啊 好啊 麻烦了 老板娘 麻烦你引路 好好好 请两位跟我来 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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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這裡有你們這間店 否則我們就沒有地方可以投宿 是啊,客官,告訴你們 這裡附近只有我們這間張家佬店 是嗎? 是啊 看你們的樣子當然趕路了,是嗎? 是啊,老闆娘 請問老闆又在哪裡? 我丈夫在裡面 我們這間是夫妻店 什麼事都是由我們夫妻做的 因為見到已經天黑了 又沒有客人,所以早點關門 那真是辛苦你們了 什麼話呢? 對了,你們老闆貴姓 我說姓彪,我丈夫就叫張炮 來吧,兩位客官,請過來這邊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嗯 兩位客官,你們趕路一定很肚餓 我預備了一隻燒雞 好啊,還有一壺酒 請兩位慢用 好啊,好啊 好啊 有這麼好的食物真是好 不知兩位客官還要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們沒有什麼要 那我就失陪了 因為明早一早 我還要起來做生意 老闆娘,我們有酒有醋已經夠了 你可以去休息了 對了,你隨便 好啊 不用招呼我們了 好啊 那我失陪了 好啊 大人 你吃飽了沒有? 我已經很夠了 如今只是覺得很累 不如我先睡 你慢慢喝酒吧 好 大人請隨便 嗯 嗯 酒都喝完了 為什麼我還覺得這麼口渴呢? 大人 大人 在下想去拿點水喝 如果大人口渴也有得喝 好啊 那你去 大人 大人 糟了 這間是黑店 我們投錯了黑店 什麼? 是黑店? 那怎麼辦? 我們快點離開這裏 大人 如今我們去哪裏呢? 不過大人 你不用太驚慌 萬事都有在下 我們不去哪裏呢? 我去哪裏呢? 好啊 好啊 我去哪裏呢? 民间故事 施工案之一 《学士战言臣》第七回大结局 是由何楚云编导 《苏婷之》编剧 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